她是一个演员 她是很多人对青春的回忆 她是最得人心的欺骗大圣 她是极代人心中的美后王 她是六小灵童 她今年 五十七岁了 她是心目中的英雄 侯王的心有多疼呢 这一次她没有 一辈子的一场戏呢 却演到了无人替 就算写了千万句呢 经典又有神序 终是岁月不饶人 侯王脸上的狠 转身再看南天门 却不是当年哪些神 辉煌已被掩埋 法力已成空白 很多人都再重来 却再演不出情怀 铁帮在手牵群众 却传来一阵酸痛 我们年少时的梦 在唤你一句大圣 苦脸七十二 便方能效对八十一难 若能用我的金色 换了换着铁棒别断 一幕幕的经典 都已经越来越远 人心变得好明显的 但请留下一点 妖魔鬼怪成了仙 斗战圣佛败的冤 一身开下断成烟 再去大树一阵天 每段背景音乐 都让人无法放弃 我日记的某一页 她忘了写上一声线 那是一根金箍棒 还是儿师模样 它落在我的心上 我又怎么能忘 我记得某个小段 天下你都说了算 十万天兵一人战 现在还想再看 我不想去看她输 因为我怕我哭 领袖店上三进山出 怎能败给匹夫 她被压在山下 五百年都没胖 当年她无前无话 今天她就白了放 这一切又何妨 她比谁都要强 找回那想要何况 那再也一次美好王 麒麟应该感谢初晚 没有邀请她 如果邀请了她 也许咱们就想不了这么多了 也许一切都平平淡的过去的话 到了十年 二十年以后 就真的没有一些人 就真的不记得了 送给大家喜欢的点赞 转发 留言 谢谢